中场是小涨2点 这个盘感觉上不去又下不来 到底要怎么看 我们先看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这张图卡 大盘7天拉回400点 再反弹297点 反弹的过程里面 没量呢 对不对 量能不足 所以在昨天 礼拜五的时候跟大家提醒过 怎么样 这波反弹297点 但是它是一个空头反弹 负线翻多 主线没有翻多 所以它只是一个空头反弹 到了礼拜五 小心喔 两条线又跌破了 对不对 负线又跌破 第三线再临走了 这是今天为什么盘中 开盘的时候跌了55点的原因 开盘跌了55点 对不对 到了收盘的时候 又反弹涨了2点 那请问这个格局应该怎么看 我们先从量价关系 来做一个研判 我们发现这波反弹过程里面 反弹6天 但是量能是不足的 反弹297点 但是量能不足 今天开地之后 留下一个下影线 但是还是可以给报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格局下 操作上你要特别小心 那请问刚刚999的画面 今天如何 今天更深了 有没有看到 跌幅这个 乖离的轨道越来越大 两条负线也在临走了 高档反弹的过程里面 今天出现一个卖出讯号 有没有 从反弹之后到今天 297点之后 今天出现一个卖出讯号 主线已经转空 而且乖离越来越大 负线再临走 好不好 当然是不好 这还用讲吗 国外离越大 表示他暂时没有 反弹的机会 暂时没有翻多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形下 你超速上务必要小心 那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画面 这是888的画面 股神系统的 投资朋友 你自己打开股神系统 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发现这一波 有很多买进讯号出现 总共有6个 后来 天哪 涨快1800点 大涨1800点之后 高档怎么样 出现卖出讯号 现在卖出买进 两个交错 所以我们说这种格局 第一档出现很多买进讯号 代表行情即将启动 有没有 有啊 后来不涨快1800点吗 懂意思吗 第一档出现很多买进讯号 代表行情即将要开标了 有没有 1,800点 现在高档出现卖出讯号 下档一个买进讯号 所以它卖出卖进 形成一个交错 主线在临左附近 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也在翻多 但是不强 所以我们说主线 越来越脆弱 负线跌破了 在这种情况下 表示上档的反压 非常的沉重 所以你在操作过程里面 一定要慎选股票 你不要以为这个盘就要大涨 暂时说真的看不到这种迹象 所以你要操上要特别小心 看晚大盘的格局 我们来看指数 今天 你们发现今天 盘中的时候 正乎价差 互相交错 你看到这实现是指数 看到虚线这个绿色部分 这是大盘的部分 它一直都在上下 一会增加差 一会逆价差 到了12点之后 11点半之后开始急拉 形成一个正价差 中涨收盘 正价差有43点 事实上今天现货没有涨 指数拉上去了 把价差拉大了 今天收盘涨23点 这个格局 能不能带动 大盘的上攻 指数是一个领先指标 没有错 它的本体是什么 就是现货嘛 那如果说现货没有要大涨 指数拉那么高 对不起还是要打回原型啊 为什么 懂意思吗 因为它是一个领先指标而已 它还是不能脱离本体 我们说本体是什么 本体就是大盘 有没有马上要大涨 来再看 有没有 货线跌破了 主线跌破了 货线在领走 所以我们说这种格局下 它并不是具备一个大涨的格局 那既然是没有具备大涨的格局 它要把指数价差拉得这么大 那小心会形成修正 懂意思吗 来那我们看指数的 今天收盘 今天是一个三线 收盘的时候是三线翻多 但是发生什么 发生背离 懂意思吗 股价这个点在这里 这个点在这里 股价往上攻 没有错 因为这个点比这个点高 可是股城线反而是降下来的 这叫做背离 跟这边一样 这个点也比这个点高 股价比较高 可是股城线反而比较低 所以这一段就掉下来了 懂意思吗 所以看到这种格局 它一定有一定的背离发生了 你要追价的过程 一定要很小心 然后再看电子 电子更可怕 几个卖出讯号 八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个了 总共有九个卖出讯号 所以当你看到这么多卖出讯号 代表什么 这很好吗 我说真的我看不出来 这不是很好的格局 懂意思吗 所以你在操作过程 务必要小心 你再看另外一个画面 这是555的画面 这一波反弹 反弹到这里 高档出现卖出讯号了 有没有 跟这边一样 这边出现卖出讯号 这是我的看法 那我们讲完大盘 讲完指数 我们要讲个股 个股的部分 你如果操作错了 大盘就算涨 你股票没有涨也没有用 大盘这一波涨了加2000点 是不是所有股票都涨 不是 这两个股票就是断头了 宏打电今天又跌停板 惨不能赌 这个高点是956 前那个高点是1220 来 463 一张46万3 你买10张就好 你要赔掉463万 刚好赔掉一台最新型的 S350 宾室的S350 你买10张就好 你把它赔掉了 400多万赔掉了 不是很可惜吗 那为什么每一次的反弹都无效 破底 反弹无效破底 反弹无效又破底 为什么每一段的反弹都无效 那如果来判断这样的格局 可不可以买 当然是不能买 如何研判 你去找所有答案都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基本面好得不得了 有没有 哇这很棒啊 都大幅成长 EPS第一季15块 第二季25 第三季40 中文民国EPS最高的股票 就是宏打电 等一秒最强了 赚最多的 就这档 就是宏打电2498 可是股价呢 惨不能赌 对不对 真的是惨不能赌 你看如果你今天有买到这种股票 你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啊 在这个频道 我几乎每天都跟他讲 宏打电你不要追 为什么不能追 当然不能追 要追的不是断头吗 那如果你在往前看 哇那更惨 你看看这一波好了 这一波的宏打电 你看跌回有多少 五成啊 也就是说你买进宏打电 你要赔掉五成 你一百万进场赔掉五十万 一千万进场你要赔掉五百万 那是六百哦 今天不是六百哦 这四百九十三哦 懂意思吗 六百的时候就五成 今天又跌一百多块了 你看这两个股票怎么会这么惨 我们把原因找一找 基本面好 EPS很高 没有用 对不起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哇原来在这里 因为他高档出现卖出讯号 代表行情要起跌 但是你不想的 你就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 到最后 你就必须面临断头的命运 真的吗 真的呢 你看卖出讯号这么多 八个 这是三线转空 当然是啊 空头占这么多卫兵 那你怎么会追这种股票呢 你看到每一波的反弹 都是无效的 为什么 再看一遍 你任何一波反弹 你去买都死路一条 有没有 都死路一条 那为什么不能买 空头占这么多卫兵 你怎么买 你买也没有用啊 卖出讯号这么多 代表什么意义 再看一遍 什么意义 要跌啦 高档出现很多卖出讯号 这是低档吗 当然是高档啊 那你为什么一直追呢 追到这里 你不是被断头吗 所以你今天去买到宏达店的人 说真的是很可惜的 这半年内 你只要是我的会员 你只要买了宏达店 然后叫我帮你持股诊断 我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叫你赶快出 这六个月内任何一个会员都一样 我没有带会员买过宏达店 从最高点1220块到现在 我没有带会员买过宏达店 只要任何一个买宏达店的 叫我跟他持股诊断 叫我给他意见 很简单 出场 为什么 高档这么多卖出讯号 你来追你不是死路一条吗 这不叫空头吗 空头占这么多卫兵 你怎么会买这种股票呢 看完宏达店 投着没有 不晓得你心里有什么感受 我们再看另外一档股票 今天是将近跌停版大力光 格局都一样 有没有 你买到一张27万 你买十张要赔270万 一台宾市一的已经不见了 有没有 来为什么 一样嘛 高档出现很多卖出讯号 这叫什么 叫空头啊 那既然是空头 又高档出现这么多卖出讯号 你追大力光 你追宏达店 对不对 那一定是断头的嘛 为什么不能追 再看一遍 高档出现很多卖出讯号 有没有 所以不管宏达店也好 不管大力光也好 什么格局 都一样嘛 那你怎么会追这种股票呢 这半年内 我没有买过这两档股票 很多人都喜欢买高价股 尤其很多老师喜欢做高价股 为什么会员会收的比较多 会收比较多的总统会员 难道我不知道吗 我只能跟你讲 你不要去碰 甚至反手放空它 为什么 空头讯号这么多 空头卫兵这么多 那你怎么会去买呢 所以看完宏达店 看完大力光 真的是让人家感慨两朵 如果你今天有股神系统 你绝对不会发生这种 这种这么大的伤害 像大车祸一样 好像那个游览车 载100多个人 然后撞到山底下 1000公尺全部 车子里面全部都阵亡一样 大车祸 对不对 当然是 你买到不是每个都断头吗 你买到任何一档 宏达店大力光 不是每个都断头吗 那不是股市的大车祸 一样的意思吗 尤其宏达店还是股王 有用吗 没有用 对不对 所以看完宏达店 看完大力光 你再去感受这张图卡的珍贵 你在感受股神系统的珍贵 我们再看另外两档股票 今天涨停板的 京电跟景硕 来 看完大力光 看完宏达店 你再看这两档 你感受更深 景硕 涨停板 对不对 他还没有什么格局 为什么今天会涨停 今天盘不好 在这里 因为他有很多的 买进去要联系出现 真的吗 你自己用眼睛看 几个 12个 来特写数一数 12345678 910 11 12 有没有 来镜头往下 是不是三线万多 对啊 这张股票是要紧瘦 对啊 当然是对啊 他创新高 有没有 什么格局 这个啊 连续买进讯号出现 12个买进讯号 涨停板 对不对 宏达店 连续卖出讯号 跌停板 所以你们发现买股票 其实原来就这么简单 把它变成股神系统 原来是这么简单 来再看另外一档 看完景说 我们看经店 格局都一模一样 什么格局 来再看一遍 底部出现也都买进讯号 真的吗 来 有没有 几个 9个来特写数一数 12345678 9 经店 是不是这样登涨停板 没错啊 好这边哦 所以当你看完 经店 你看完景说 你再对照宏达店 跟大力光 一个在天堂 一个在地狱 那请问你要上天堂 还是要下地狱 卡公也要上天堂 上天堂要买什么股票 再看一遍 用股神系统来筛选 就很容易找到了 懂意思吗 三线泛多的股票 而且有很多买进讯号 连续出现 那如果利用股神系统 来筛选这些股票 我们来示范一下好了 很多人买了股神系统之后 他说操作上 没有那么熟悉 老师能不能在电视上示范一下 你放心哦 这个是很简单的事 我来示范给你看 而且你所拿到的股神系统 跟我电视示范是一模一样的 不会说我用的比较好 你用的是不好的 都一样了 来 这是四画面的超强板 它有四个画面 那我们当然 看盘的时候 可以设定不同的画面 可以设定指数线或报价 可以设定三线的位置 可以设定其他的画面 现在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画面 来做一个搜寻 我们把它刻写 我们用这个画面来做搜寻 用左上角这个画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面放大 来放大的时候 你如果四个画面要变成一个画面 来我示范给你看 来镜头拉远做全画面就好 来我示范给你看 在这上面点两下 变成全画面 有没有 再点两下 就变成四画面了 有没有 来所以我们现在要示范大一点 让你看得清楚一点 所以把它放大 来变成个单画面的 来变单画面对不对 搜寻的时候很简单 现在把条件设定进去 那说像我通常设定的条件是在这里 比如设定一万两千张 张数要一万两千张的 懂意思吗 不要设定几百张了 那个很容易被人为操控 所以我不买那种股票 我们设定张数多一点 设定一万两千张 股价设定四十块以上 五十块以上也可以的 你要设定股价只要打一个P 我们先设定张数好了 比如我们在这里设定一万两千张 那就把它打进去一万两千零零零 OK设定好了 那你要设定价格 你可以三十块 四十块 一百块都可以 六十块都可以 设定价格的时候先打一个P NOP的P P 对不对 这边变空白 然后把价格打进去 四十块以上 或是五十块以上都可以 Enter 然后把它跳出来 跳出来之后 开始来搜寻 同学们 今天中华民国最强的股票 有量有价只有两档 在哪里 再看一遍 这档叫什么 叫氢电 有没有 还有一档呢 景硕啊 氢电景硕什么格局 再讲一遍 这里啊 低档连续买进讯号出现 这种格局啊 那我们如何利用股神系统搜寻到 有没有 有啊 真的有九个买进讯号 金电啊 对不对 你拿到了股神系统 一定会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九个买进讯号连续出现 景硕呢 十二个买进讯号连续出现 懂意思吗 今天当然亮灯涨领板 创新高 那我们如果利用股神系统 来搜寻这两档股票 搜寻最强势的股票 每一天在盘中 你只要花两秒钟 包含盘中包含收盘 你只要花两秒钟 你就会找到中华民狗 最强的股票 那如果你一档一档看 你最少花三个小时 我只要两秒钟 就会找到中华民狗 最强的股票 来操作 真的吗 用眼睛看哦 搜寻好 设定好之后 我们打三个ABC的A ABC的A吗 三个A 懂意思吗 三个A打进去 好 今天我拉回路正常 我们自动搜寻 你帮我算哦 开始了哦 好 开始一秒 一秒就出来了 刚刚几秒钟 一秒而已 再撕完也太快了 电脑怎么那么快 讨厌 那你都看不清楚 再设定一次 三个ABC的A 代表多头的股票 对不对 搜寻的时候 你注意看 眼睛张亮 因为电脑很快 只有一秒钟 好 注意看哦 来开始 一秒钟就找到 来特写 有没有看到静电 有哦 有没有看到景硕 有没有错 景电景硕 就是三线 翻多的股票 几档 一千档股票 搜寻完之后 只有几档 不到十档 差不多了 十档了 多久 不要说一秒 两秒钟了 两秒钟就搞定了 那如果你一档一档看 你要看三个小时 你都看不完 选到股票 不一定会涨 所以你在盘中 你在盘后 都可以利用这个搜寻的功能 自动搜寻的功能 把你想要买的股票 找到 盘中你不想要买什么股票 刚进来开盘 忙了半天 也不晓得今天盘是怎么样 没有关系 自动搜寻 帮你找到最强的股票 就像我刚刚讲的设定好一样 有没有 设定好之后再示范一次 先让F11设定张数 盘中你就不能设那么多 因为盘中成交还没那么大 设定张数设定好之后再设定价格 设定价格的时候你按一个P 它会跑出空白 有没有 跑出空白对不对 比如把价格打上去 好 打上完之后跳出来 然后我们再设定A 三个ABC的A 自动搜寻 有没有 A就代表多 来搜寻 一秒钟 有没有 一秒钟特写 经电 景硕 有没有看到 通通帮你找到了 这样有没有很轻松 很愉快 很简单 有啊 所以同名 你要找到好的股票 就这么简单 今天最强的两档股票 一秒钟就帮你找到了 这通通在股神系统 四画面 超强版的功能里面 来股神系统的功能很多 它有非常多的功能 比如说 多空控盘 股神三线 买卖点的讯号 四画面 自动搜寻 自动选股等等 当然每一个版本 它有不同的功能 有没有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示范 是四画面的超强版 是这个 它可以有显示买卖点 来稍微拉远没关系 有没有 每一个版本都有 股神系统的三线 懂意思吗 买卖点的只有在二合一 四画面超强版 跟法强版才有 当然它有 比如说有搜寻的功能 搜寻的功能 几乎都有 它也有四画面的功能 四画面的功能 只有在四合一 跟法强版才有 如果你需要看盘的 你是一个超盘高手 你当然用四画面的 超强版 一台等于四台 它有不同的等级 不同的功能 但是我刚刚示范那个 你看已经太棒了 你是不是找到最棒的股票 只要挖多久 两秒钟 盘中你就可以找了 对没有 想要了解股神系统的 想要拥有股神系统的 欢迎你把电话打通 我们今天的广告 再回到现场 下一段剩多久 老师下一段剩五分而已 好 五分 可以 等一下 老师可以跟我讲一下 好 可以了 我可以了 現場OK 歡迎回到現場 我想每一天怎麼買股票 怎麼選股票 哪裡要買哪裡要賣 這是你永遠要面對的問題 但是很多人沒辦法 把這個問題找到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在哪裡 在股神系統裡面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要不然我們這些股票的操作怎麼來的 我們來示範一下好了 來 這檔股票叫做聯羊 聯家軍的股票 禮拜五公上了漲停板 抗訊 公二聯羊在公漲停板所住 第九隻漲停大家恭喜 有沒有 有抗訊才是真的 股票每個都可以講 但是抗訊如果照講 你跟他檢舉 他就要停牌 懂意思嗎 所以如果任何一個老師講抗訊 他敢照講 你就跟他檢舉 他就要停牌了 懂意思嗎 一定有才能發 普通會員持有的聯羊 在公上漲停板所住 已經公九隻漲停板了 大家恭喜 1月19號禮拜五講了 這一檔股票漲多少了 你自己看漲多少 漲64%了 為什麼他會漲這麼多 任何一檔股票會漲 來原因 連續買進訊號出現 他就會標給你看 有沒有標 有啊 不然怎麼會漲64% 圖卡呢 哇 真的有連續買進訊號嗎 有啊 123 有沒有 往下看有沒有3000萬多 有啊 有沒有標給你看 有啊 64%對不對 當然他要漲64% 漲9根停板 那一定要有第一根 沒有第一根 怎麼會有第九根 來第一根 12月26圖卡 三個買進訊號出現 有沒有 沒有錯 整理完成了喔 上檔反壓361 已經突破379 當年收版379 突破了喔 所以跟你講 三線翻多了喔 注意喔 這檔股票喔 第一根 1月3號 公賀連兩漲停板 第二根 又亮燈漲停板 股價創波段新高 公賀連兩再漲停板 股價創波段新高 有沒有創波段新高 有 第三根 第四根 第五根 哇 真的是太強 一檔股票能夠拉五根 漲停板真的不多見喔 對不對 再度攻上漲停板 第五支了 來第六支 1月10號 公賀連兩 第六支漲停 第七支 有沒有 第七支漲停 為什麼能漲那麼多 一樣 講很多次了嘛 買進訊號聯益出現 有沒有 三線持續翻都還沒漲完 獲利入袋 9點11分 隔天 15號的隔天賣掉了 賣完 碰 跌停板 15號9點在這裡 賣在這裡 9點11分 對不對 9點11分46秒 賣這裡 賣完之後 當天跌停板 來隔天又跌一根停板 差一點點又跌停板 你看多麼棒 賣完就跌 我一講就跌停板了 來 又買了 17號 有沒有 再買了 又攻漲停板 對不對 17號 公賀第八根漲停 有沒有 來 禮拜五的時候 來 禮拜五 第九根 有沒有 第九根漲停板 公賀 禮拜五 漲停打開 1點03分 把它獲利出場 賣掉 今天呢 差一點跌停板 走這邊 所以股神系統 它不是一個禮物 它實際可以做給你看 你看我剛剛講的股票 其實這種例子很多 比如說之前還有講過的 來 致遠 哇 太棒了 從第一根 有沒有 公賀致遠第一根漲停 時間不夠用跳的 第11根了 不容易 一檔股票拉11根不一樣 不容易 第12根了 有沒有 公賀第12根漲停了 為什麼它能公12根 格局都一樣 底部雖然都買機訊號 三線半多 所以任了一檔股票都一樣 就像我剛剛講的股票一樣 大盤這一波漲得快 1200點 沒錯 1800點對不對 但是 天啊 你看到宏達店 大力光竟然斷頭 為什麼 空頭衛兵 轉空的股票 高檔雖然都賣出訊號 不是講過了嗎 這種股票你不能碰 你買了就受傷 沒錯嘛 你買了就受傷 有沒有 那什麼股票可以買 買了以後就會漲停 景碩 還有嗎 晶電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定符合這種格局 連續買進去到出現 真的嗎 看一下 景碩 有沒有 晶電 沒錯嘛 如何利用股神系統來搜尋 很簡單 來示範給你看 三個ABC的A打進去 AAA 搜尋 一秒鐘就把景碩 晶電幫你找出來 股票一千檔能夠買的 沒有幾檔 多輕鬆啊 朋友 歡迎你把電話打通 加入我們的賺錢行列 想要了解股神系統 一樣你跟夫人詢問 他會跟你做完整的說明 明天再見 好 他會跟你做完整的說明 明天再見 你跟夫人詢問 他會跟你做完整的說明 明天再見 我會跟你做完整的說明